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 国家领导人对蒋经国的逝世深表哀悼并发表谈话 肯定了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主张 作为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一生起起落落 他的命运随着政局变化而跌宕起伏 而这一切都从蒋经国16岁那年到前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开始讲起 1926年1月 在中国以北莫斯科一间大学的教室里 全班中国留学生正在欢迎新同学 在外国老师介绍了几位新同学之后 班上有一位比较矮小的学生兴奋地站起来说 我代表全体先到这大学学习的同学 对新来的三位同学表示欢迎 特别是对这位和我个儿差不多的同学 更表示热烈的欢迎 以前我是班上最矮的同学 现在我有一个最好的伙伴了 说这段欢迎词的是蒋经国 而他特别欢迎的另一位身材同样矮小的新同学 是刚结束留学法国的邓小平 他们俩在这间大学成为了朋友 他们一起读书的地方是前苏联莫斯科 一所教授共产主义 专门培养政治人才的大学 这所大学的诞生是出于政治需要 而大批学生来这里留学也是因为政治需要 当年留学前苏联的学生名单中 有很多重要人物 包括邓小平、蒋经国、刘少奇 还有叶剑英等等 这些人成为了日后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 前苏联一直坚持共产主义 为什么作为国民党的首领蒋介石 会送儿子去前苏联留学呢 在此之前 1925年 蒋经国去广东探望父亲 在黄埔军校 他第一次看到墙头张贴着 联俄、联贡的标语 他从朋友那里得知 前苏联是中国的朋友 他们的统治者不是皇帝 也不是上帝 而是功农当将 年轻的蒋经国开始 对那个陌生的国度产生了向往 1925年11月 去往莫斯科的西伯利亚铁路 火车上载着一群 要替中国寻找救国良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青年 其中包括16岁的蒋经国 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0月 我告别了上海 启程前往莫斯科 此行搭的是一艘货轮 昌卫原先是用来在身口的 气味众人欲偶 我差点给熏晕了 我还打算上岸回家 我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之子 假如我中途开小差 一定会招来严苛的物意 于是我说服了自己留在船上 在船上 我还仔细看了顾哈林的共产主义ABC 这是我所看的第一部 共产主义思想初期 所以我在上海就等 等我国的临船 从上海到海西威的临船 这一个时期 临船到了 我们就有人带我们上那个临船 那时候上海好像是沈春黄的部队 他们的就是以后也没大管 没大注意 所以我们随意地就上了我国船 除了我国船以后 大家很高兴就上贵西锅 红头很大 我的口头都不得了 不人传 哎呀我现在想欢迎聚会 莫斯科中山大学 位于莫斯科沃尔霍夫大街15号 是1925年苏共中央 为纪念已故的孙中山先生而创办的 专收中国留学生 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 留学人员由国共两党共同推荐 邓小平 张文天 左权 王明 和徐军胡等都曾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同学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呢 没有多久就是袁慈凯称帝 接下来是中国是成一个南北分立军阀混战的局面 所以孙中山认为他如果要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实行民主共和的话 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 那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寻求外援 他先后先接触的有德国 日本跟美国 但是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所以他转而向苏联 那在这个同时呢 苏联呢 也在寻求东方的盟友 因为本来苏联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呢 需要其他世界各国的革命 能够相继呼应而起 这个革命才有可能继续 其实 孙中山并非前苏联第一个寻求合作的对象 他们最初想找的中国合作者 是北洋军阀吴佩福 然而 吴佩福对于外蒙古问题反应非常强烈 他坚决要求前苏联军队撤出外蒙古 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后 前苏联把目标转向孙中山 他们主动与孙中山接触 那这个时候在双方条件成熟之后 我想第一个是顺岳宣言的发表 然后再下来就是 再更进一步邀请鲍罗廷来中国 再更进一步的谈这个联俄融共 最主要就是国民党改组 改组成一个所谓列宁式的政党 希望能够仿效这个苏联的阻挡方式呢 把国民党改成一个 就是说可以有战斗力 然后可以实践革命 完成大业的一个使命 在联合人共政策这个确定之后呢 其实在苏联当局 这些苏联高层领导 一直就要讨论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要设立一个学校 专门来训练这个政治干部 孙中山逝世的时候 这是一个分两方面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莫斯科 都一个很大的这个 规模很大的悼念活动 特别值得说的就是在北京 因为这个跟后来中山大学的出现 跟蒋经国的到苏联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北京就是加拉罕 鲍罗廷 有的台冠 有的那就是知佛 所以这在这个送葬的队伍里 是非常醒目的 那就中苏亲密这个关系 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就这样一个重要的姿态 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呢 就是这个莫斯科出现了中山大学 有这样一段潜移 那时广东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因此到广东去成了一具 号召高瞻远瞩之士 挺身对抗帝国主义 和北洋军阀的聊亮口号 到达广东后 我一生受当地革命精神所感动 在黄埔军校 我首次看到联俄 联贡 与工人 农人联合起来等标语 在校园内张贴起来 蒋经国从小就非常渴望参加革命军 但是蒋介石却希望他饱读诗书 小学毕业后 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期间 蒋经国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 1925年 蒋经国来到北平 在吴志辉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 学习俄文 在北平时 经由邵立子的介绍 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 李大钊当时住在苏联大使馆 透过他的引介 我认识了很多苏联人 有些朋友建议我去苏联留学 他们的建议深得我心 因为我也想了解苏联的政治组织 所以就决定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19年 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 各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潮刊物和社团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革命思潮深刻影响了蒋经国 在北京这种影响之下 他参加反对武萨惨案的游行 被保守的学校开除了学籍 可以说在去莫斯科留学之前 蒋经国就有了狂热的革命意志 当时蒋介石对儿子的留学也是持肯定态度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蒋介石曾经在1923年到前苏联考察过 亲眼见到过前苏联在军事上的先进之处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前苏联的武装、研究以及进步 可以和欧美各国相媲美 我们可以以前苏联为师 因此蒋介石认为 让蒋经国去前苏联锻炼一下 将来也好对他为以重任 但是此时的蒋介石没有想到 儿子一去竟是12年 他和儿子甚至也因留学而反目成仇 出到莫斯科 蒋经国表现得既兴奋又好奇 据他的同班好友徐军虎回忆 当时蒋经国在所有中大的同学中 年纪最小个头不高 只有一米五多一点 但他粗壮敦式 经常穿一件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 走起路来蹦蹦跳跳 整天无忧无虑非常活跃 发生了机会订阅 是一位老闆人 一位老闆人 最要求他先拼命地念国文 他认为要把国文念好 这是个优势 有的你把优势 你才可开开马列主义的宝箱 所以他把国文念得很好 念得很起劲 他常常在《青山报》上 发表长篇大带的文章 江兴官 在这些文章里边 他的思想非常地进步 大家对蒋经国 对同学都非常地敬重 蒋经国和邓小平是同班同学 蒋经国晚饭后 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 到学校附近的广场 公园和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 尤其爱听邓小平讲述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 还有那些惊心动魄 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邓小平曾把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 写成文章 交给蒋经国 在红墙上发表 蒋介石非常关心儿子的俄语学习 他在《家书》里提到 惊而知之 现在到莫斯科后状况如何 慎念 想慎不惯也 既到俄国 应专心学习俄语 多与俄国人交接谈话 少与本国人谈中国话 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信里 十分民主 他说 你入何党随你所愿 于不限制 你既在俄 必能认识现在的时事与潮流 尤其注重民众利益 牺牲个人一切幸福 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 是第一物业 中国革命 如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样革命才有意义 否则 不能说是革命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活 是一段积极奋进的时光 他入学刚两个月 就被吸收为共青团圆 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 他下苦工学俄文 并努力研读政治经济学书籍 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时局的文章 即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蒋经国当然站在共产党那边 当然他不站在共产党那边 他完全是共产主义化了 他完全是共产主义 他不与共产党同牌 共产党没有人敢斗争他 不是因为蒋经时儿子 蒋经时儿子没有关系 他是新年团团团员 蒋经国是个大演说家 口儿悬活 在中山大学的大礼堂上 他演讲的时候 本来一顿顿大的餐口书 周年那时候在清党的时候 当他讲到某一顿的时候 那个清党的那个我国主席 就停止他花言 他抗议 他说你当不我花言的时间 你得不给我 所以那位我国主席 这个好好好 你得说下去吧 他不怕这个权威 他认为他要说的就应该说 说完 你不能干涉我 当时西北军领袖冯玉祥 到苏俄访问之后 为了表示友好 也将他的孩子冯洪国和冯福能 送入中山大学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 喜欢与俄国女孩子谈恋爱 17岁的蒋经国 却认定美丽窈窕的冯福能 为自己心仪的对象 两人坠入情网 共同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 冯福能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一个小姐 不爱学习 她自己给蒋经国写信说 我一看见老师来 我就害怕 我经常逃 我就躲开 是这样一种 那么她呢 比如说在1927年的9月22号 至少这时候她还没有同居 我想 因为她是这样子说 她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给你吸引住了 自从我认识你以后 我受的影响都是不小的 你是一个用功的人 和我这样好玩的人在一块 真是不行 你劝我用功 如果我将来还是这样无用的人 真是没有资格 做你的朋友和你的同志 请你好好的用功 不要关心于我 我知道不用功是不对的 对不起俄国的面包 也对不住你的 因为你受了很多人的气 他们骂你说 你是青年团圆 不要与我来往 这是我知道的了 简直连我自己也对不起这样 看来死也不去了 我看你给屈无血的信说 左权说你得了相思病 你可在相思谁呢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你呢 左权他真是好玩极乐 到了1928年的1月 1月8号 有一个叫尤里耶夫的人 是个中国人 跟蒋经国说 现在你很好 你服从了我们的劝告 你已经跟冯芙能没有往来了 蒋经国的友人 大多反对他和冯芙能交往 由于蒋经国是共青团团圆 冯芙能不是 而且一副大小姐作风 与中山大学严酷的政治学习环境 格格不入 但是 处于热恋中的两人 冲破一切阻碍 很快便结婚了 人生自有境界不容易 华灯初上 喧嚣渐淫 异性安伤 纪录片栏目 传奇中国 璀璨呈现 传奇 从现在开始 看中国 1937年4月12号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消息传到莫斯科 中山大学的学生群情哗然 致电武汉政府的电文 要求缉拿和严惩凶手 而这其中 声讨最激烈 言辞最激动的就是蒋经国 他公开发表声明 称蒋介石为自己的敌人 蒋经国在1927年的4月 已经和蒋介石划清了界限 又在7月写下了另一份自白书 表示和冯福能脱离夫妻关系 不愿也不能与冯福能一起返回中国 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也就画上了句号 此时身在异国的蒋经国可以说是家国多重激愤 革命事业上众叛清离 而父亲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 引起宋美玲 不惜和原配夫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离婚 1927年3月21日 中共指示上海总工会发动罢工 武装暴动反抗军阀 支援国民党北伐部队 上海成功收复 孙中山大学的学生赶至蒋介石的大福校像 准备五一劳动节在红场游行时极力宣传 没想到的是4月12日凌晨4点 蒋介石出其不意发动亲党 向上海工会组织发动攻击 工人武装被迫缴械 隔天中共策动示威 国民党部队以机枪扫射 总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上海所有罢工活动被明令禁止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是一天一天的壮大 一天一天的壮大之后呢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主导权 还是应该操在国民党的手里 而不是应该操在共产党 或者是苏联顾问的手中 这时候他就开始非常在意 到底权力在谁的手上这个问题 你说他完全弃他儿子的生死安全不顾吗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呢 他恐怕都觉得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是什么样子 他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蒋介石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苏联的呢 1923年 苏共和共产国际给他的界定 是国民党左派 所以大家对他期望都很高 红色将军呢 这样子 忽然间他杀人 他杀共产党 他杀革命工人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蒋介石接受了真理报记者的采访 我们可以想象 他当时是还不到17岁 一个16岁多的少年 他站在那里守足无措 他觉得这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我真没想到 我要跟他划清界限 他杀工人 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 我不要这样的父亲 等于说这是表态 也说明你的政治立场 你的政治倾向 因为这个表态是坐在 什么时候呢 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就中山大学的学生 要到洪常去游情 蒋介石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 信上说 所以我们父子俩人 始终是站在革命战线上奋斗的 我和你名义上虽为父子 在革命上说起来是同志 我实在是很满足的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 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打倒蒋介石 打倒叛贼 今天我要重复你在信里告诉我的话 请记住 革命是我知道的唯一药物 我愿意为革命赴汤倒火 现在我要说 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药物 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同年八月 孙中山遗孀宋庆龄 与412青党的蒋介石决裂 到莫斯科访问 12月1日 蒋介石在上海迎娶 宋庆龄的妹妹宋美玲 并正式和蒋经国的生母 毛福美离婚 前苏联暴章抨击 蒋送联姻是政治婚姻 是独裁者的军事力量 与资本主义阶级的结合 刚与父亲 划清界线的蒋经国 悲愤交加 他心里面最牵挂的是 远在浙江凤化县西口镇 同年时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 经过412的上海事件之后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 愈演愈烈 托派分子遭到严酷的镇压 我的观点 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 不谋而合 我对托洛茨基要 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一说 有感兴趣 我和托派的关系日益密切 最后还加入了托派的秘密组织 1927年412政变 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从那天起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突然中断执行 同样也从这天开始 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 开始奉行武装斗争的强硬路线 老蒋背叛斯大林之后 斯大林听到蒋经国批判父亲的声明 很高兴 觉得可以拿蒋经国当作有力武器 来对付老蒋 中国政局的激烈震荡 给吕苏的中大学生带来尴尬处境 前苏联人以鄙视的眼光对待中国人 只有蒋经国逢凶化吉 声誉反而是与日俱增 他只要在街上露面 人们就会把他围起来 称赞他和他一起用俄语来高喊革命口号 直至有些人在街上 只要见到中山大学的学生 就会拦住问 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 不过表面的风光却无法隐藏蒋经国内心的苦闷 他与父亲决裂 很有可能日后回国无望 等待他的将士更多的未知和惊险 他究竟该何去何从 请大家明天继续来关注 揭秘蒋经国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传奇中国 我是大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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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